很高興能夠來到花蓮市造會這裡 那我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個新竹市造會 我們這次來相調總共65位 那事實上我們4月初的這個連假4天 我們是分了兩隊 有一隊就是這裡的花蓮隊 另外一隊就是去大陸 大陸隊去渝瑤 紹興 還有杭州 所以他們那邊將近30位 那新竹因為有科學園區在那邊 親子也相當多 照著我們的估計 35歲以下的親子 差不多就200到250 大約兩年前 董弟兄來花蓮跟劉弟兄交通之後 就把你們的成島的實行帶回去新竹 那從這個12個人 從2015年的5月開始實行 一直到現在 從12個人現在已經到 將近120 所以我們實行這個成島 一直到現在已經近兩年 很多的這個動力 很多的事情都是從成島這裡發展出來的 那這樣的成島呢 這個經過了一年去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要有親子的印度開展 這個從這個今年的2月份 除夕那天出發 我們親子呢總共57位 當然親子和這個中壯 還有服侍者加在一起 總共57位 我們分了兩隊 一隊是去印度的這個青奈隊 另外一隊就是德里隊 我們這個 我們這樣的這個開展 非常的蒙恩 然後呢 回來的時候 2月初的時候 這個57位回到新竹 那2月中 我們就開始 有一個新的行動 這個大家周周走出去 傳福音 但是呢 雖然是周周走出去 傳福音 新竹也行之有年 但是自從印度開展回來之後 我們到2月中旬呢 我們有一個新的變化 新的突破 這個我把數字 統計的數字跟大家講 大家就知道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我們2月中之前 2月中之前 我們周周走出去的這個人數 人數我不講 我講比例 比例差不多就是周周 13%一直到15%中間 這個數字是相當低的啦 這個 當然有些人是 堅定持續的在實行 但這個人數就是 就是不會超過15% 這是逐世的情形 但是到了2月中的時候 就是印度開展回來之後 我們多加了一些實行 我們就多加了 不光是周周走出去 也加了這個福音愛宴的實行 那這樣的實行呢 跟在印度開展很有關係 那這個我把這個數字跟大家講 2月這個2月的下旬 2月的下旬呢 我們就這個 這個百分比啊 就變到有一次是22% 有一次是25% 到了3月的幾周呢 有一次是31% 另外一次是35% 正式突破了1% 所以這個是比這個 是比兩倍還要多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很大的突破呢 那我的感覺是說 跟這個印度的開展 非常的有關係 印度的開展呢 又跟城島非常的有關係 那底下的時間喔 我們的蒙恩就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印度的開展 這個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回來之後 我們這個周周走出去 傳福音的實行 阿們 阿們 好 那就可以上來 先請這個青奈德里隊一起上來 我是可行程弟兄 想跟大家分享我們 在印度德里開展的蒙恩 那這次去總共有57位的聖徒 在德里是28位 在青奈是29位的丁公姊妹前去開展 阿妹 那這次丁門很特別 不再是以往的大專生 當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這次丁門交通親子點名 要去分別年假的時間 這個前去印度開展 並出一個小小的代價 再請兩天的假 能夠完整的十天 能夠在印度有份 這樣的福音的行動 那說實在 實在是不容易 一位這個兄長弟兄 他這個第二個強保中出來的孩子 剛出來的時候 他工作也剛做一個轉換 他離職了 然後他就 他不知道為什麼弟兄叫他去 但是他自己跟我說 管他的 豁出去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環境這麼的艱難 這個他很難需要去開展 但是丁門這張交通 他就順服的去了 一位弟兄交通說 我明明已經去過了 為什麼又點到我 這個 一位這個也是一位在職人 他在親子的時候已經去過了 結果他四十幾歲又被點名要去 他又不懂為什麼還要再去 但是他在禱告中 主給他一句話 我們是真希伯來人 我們是過河的人 我們需要一再的往前 一再的更新自己的奉獻 感謝主 我覺得 雖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但是 真的 這個藉著我們的奉獻 主給我們的供應是大的 主給我們的恩典是多的 我們在去的前四周 已經有學員福音的開展 總共帶了五十位的 這個印度的 這個印度人得救 去的時候我原本以為想 大概就是加強牧養 這個分享分享我們的照會生活 但是 沒想到我們的去福音的火更強了 這個燒得更旺 我們每天 每天 藉著這個 早上 早上的晨導 然後接著有共同的追求 十一點就出去開展 然後邀人回來吃飯 下午簡單的休息之後 四點再出去開展 到晚上九點 每天天天八小時的開展 說實在外面的身體是非常的勞累 但是感謝主我們的靈確非常的喜樂 因為在最後一周 天天 都有人得救 前四周帶了五十位得救 最後一周帶了四十六位得救 就在我們回到台灣之後 又得了四位弟兄姊妹 總共一百位 這次總共開展一百位的弟兄姊妹得救 但這次去呢 說實在不是我們能夠做什麼 實在是聖靈在印度那裡有一個 強而有力的水流 在那裡推動 然後借著丟著願意擺喪食 投入流舟 主就能夠祝福 然後在我自己個人的經歷裡面 我去到那邊 印度是一個我沒有辦法想像的國家 霧霾的天空 然後塵土飛揚的馬路 還有喧嚷不停的喇叭聲 那我常常每次車子一經過 我每次都忘記呼吸 因為沙塵就在你的眼前 我有時候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但是 藉著這個同伴的幫助 這個覺得說 沒有 沒有辦法 我們來這邊做什麼 就是傳福音 一站就是 在這個馬路旁邊三個小時 雖然是非常的掙扎 但是 主就在我在那邊有一個突破 這個主見了以希捷的經歷 使我再能夠往前 以希捷他是一個 在一個祭司 但是卻在加巴魯的河邊 在貝魯的人中 然而我在印度的開展 卻受到環境的限制 這個想到之後 可能沒有辦法 顧到這邊帶得救的人 我就在自己的心思裡面 覺得自己夠不上 但是主見了以希捷的經歷 提醒我 阿們 以希捷在貝魯的環境中 能夠這樣的侍奉神 阿們 我在這個印度那裡 也能夠帶領你來侍奉神 阿們 感謝主主使我真實的在在靈裡有個突破 不再在想每天的工作 使我真實的回到新竹做一個侍奉的人 在靈中真實的有侍奉 阿們 感謝主主實在是能夠 享受這樣子有份於這樣子的 這次的開展 在這次的開展裡面 現在是就見證以希捷書這個四火物的配搭 那以希捷書的一章裡面的中心點就說到 乃是啟示神需要一般的火物 阿們 能夠配搭在一起 成為一個團體的實體 就是團體的基督 阿們 實在是能夠見證在去之前 我實在也沒有辦法想像 印度那邊聖徒的語言是個什麼樣的語言 我特別請了宋謝神弟兄的女兒 因為我們每週都有英文的誠心 我特別請她示範了一次英文的 印度的英文 她講得很快 我說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她說你要習慣這就是印度的英文 阿們 可是到了當地我發現我並沒有這樣子的攔阻 阿們 我跟我的配搭在交通起來的時候 非常的暢快 是 我們沒有任何語言的限制 阿們 甚至在每天這個成導共同追求的時候 也實在是享受在弟兄姊妹們在那邊的配搭 還有在那邊的分享 對 我現在在那邊見證出這個在那邊我們沒有任何的 種族的限制 阿們 我們在那邊 進去了很快就出來 可是有一天弟兄分享到說 我們自己享受基督為目標 所以我就在那邊印度的聖徒拉了兩個群族 一個是為著印度的小羊 一個是為了我的印度的同伴 在那個印度小羊的群族裡面 每當我們有享受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所享受的中文翻譯成英文打在我們的群族裡面 分享給他 阿們 他在跟我的印度同伴 我們是每天晚上都有一同的玩倒 阿們 就在這樣子的玩倒和這樣子的供應 阿們 我們小羊也穩固在這個趙惠生活中 阿們 就是他有時候有軟弱 但是都有即時的話能夠供應他 阿們 下交通我們是在清代隊的交通 其實趙惠非常的蒙福 特別新竹在這裡 能夠從2013年開始 我們就一直有份於印度開展的交通 所以除非遇到華爾特會在台灣 我們不是組學生隊就是組親殖隊去 阿們 所以直到今年我是第四次去印度了 阿們 兩次開展一次訪問一次出差 所以對我來說印度很習慣了 不會緊張 語文還可以一點點 阿們 所以他這一次也是被點名了 董弟兄點名 對 大概是要去了 但是心裡真是覺得 哎呀怎麼還要去一次呢 但是心裡就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主就給我感覺你應該去 就這樣子你應該去 Amen 所以正好印證了以西結束的捷徑讀經 這裡我們看到的 到底是我們跟誰主呢 還是主跟隨我們 實在來說呢我們去的時候很多包括和同隊的電用紙媒交通 都是沒有那麼把握說主呼召我啊 然後萬事其倍的就去了 我們抱著一些懷疑的心去 Amen 去 好像是我跟隨主 但是我們一去之後真能見證主跟隨我們 活物是隨著靈的 但是呢主的行動是個輪啊是隨著活物的 Amen 很感謝我在那裡呢開展主要有一個點就是 不在於呢我們帶了多少人得救 說實在的印度的邏輯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 Amen 印度人很可愛 每一個在街上呢被你攔下來的他有空一定聽你傳講 從頭聽到尾 然後呢一定是那個印度是點頭這樣子 非常同意 他同意你在講 他仔細的聽你在講 然後呢聽完了之後呢 他就說我一定會來我一定會來 那這句話呢就不一定了 Amen 所以我們在那裡呢 那文化還有習慣呢是受限制的 所以呢我們主啊只能仰望主 所以在那裡開展的過程之中 第一個語言不是問題 第二個呢 其實真正的問題都在我們自己 或者我們無法配搭 或者我們的負擔不夠 或者呢是我們的靈呢沒有辦法出去 Amen 所以不論在哪裡呢我們都操練 主啊 雖然外面有份於開展的行動 那求主把他自己做到我們裡面 沒有這個做到我們裡面的基督 我們怎麼能供應人呢 Amen 對感謝主 那我是陳永豪弟兄那我是 今天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馬來西亞人 那我是前兩年才得救 對感謝主那我這一次有機會去到印度開展 本來想說我們也討論我跟我姊妹討論一下 想說我們到底要不要去 但是其實有很多親子就一起去 我們就想說就豁出去 就去到印度那邊 那其實我是馬來西亞人嘛 馬來西亞也有不少的印度人 那我雖然說也對印度人沒有什麼恐 沒有都不會相處 相處上的其實蠻好的 那這樣我記得我第一次經濟就是我去到 我們當我們到新加坡轉機要到印度的時候 我去到在當地要轉機等待飛機的時候 我看到說四周圍都是印度人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點恐懼 可能是太久沒有看到印度人 就是我想說這些人就是接下來我10天裡面 我要去傳福音的對象 Amen 感謝主 那我就就很恐懼的去到那邊 那其實那我很寶貝說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傳福音在當地的印度聖徒 很珍賞他們 因為他們都 雖然他們都天天都需要上班 他不像是我們已經請了假要去到當地 去直接去傳福音 他們還是很竭力的 每天都有至少十幾位的印度聖徒來配搭 比如我們一起去外面去傳福音 他們是花了代價來到這一邊 對他們有的是還沒上班之前就先來 下班過後又來 對然後有些甚至是離開展地點有二十幾公里的地方 他們還是這樣子不辭勞苦的來到這邊 一起來配搭 對我們真的是需要他們的配搭 那是因為我們在親愛隊那邊有很多是 都說他們當地語言 他們當地語言就是淡米爾文 對我們都聽不懂的語言 那我們都需要印度的聖徒來幫我們翻譯 或者是傳講 對在這個時候我真的是驚訝說 我們不管是我們不管是台灣人 馬來文 馬來文其實從小到大 我的家人跟我們都覺得說 馬來文很像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處 我們都只是為了要讀高中 讀國中 然後要畢業 所以我們要強迫要來念這樣子的馬來文 要學習這樣子的馬來文 對那甚至我姊妹聽到說我會馬來語 他也想要學 但是我就跟他說這個語言沒有什麼用處 你不需要去學這些東西 所以我有點就是跟他說你就不需要去學 但是在這一次去印度開展的時候 我發現到說其實我會馬來語 在印度當地也很有用處 對這個語言竟然在那邊幫助了我 對那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的大米爾文 他們的名字都會寫成英文 ABC這樣子翻出來 然後他的發音是跟馬來文一模一樣的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會念得出來他們的印度文是怎麼念 所以我會比起台灣的聖徒 會更加的快進入這樣子的狀況 我可以很快的記得他們的名字跟當地的地名 對 然後就很快也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Amen 那真的也是蠻轉我的觀念 Amen 認為說這個語言在我身上好像沒什麼幫助 就只是我是要在馬來西亞生活 我才需要學習這樣子的技能 對 所以弟兄姊妹 Amen 我們身上我們所學的東西 所學的技能 所學的語言 Amen 不管是說我們可能當下是不願意寫的 或者是說我們不知道他的用處在哪裡 其實在主持的身體裡面都是有用的 對 我們都需要寶貝我們這樣子的身上的技能 然後總有一天 主會用我們這樣子的技能來在傳福音的事上 或是在牧羊的事上 對 都需要這樣子 我們都需要來學習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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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宋怡如姊妹 那 呃 也鼓勵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海外開展的機會 一定要去 Amen 我在我的照會生活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舒適圈 那我也很習慣這樣的照會生活 對 我甚至可以說 我很熟練我的照會生活 Amen 所以我知道有些東西可能不能碰 所以有些東西可能碰了我會生氣 可是我到了印度那裡 因為當地有許多的 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對我來說成了許多的限制 就像這一次去的時候 佩達有三天 我是跟 只會講當地語言的姊妹 出去傳傳福音 所以我們完全沒辦法用英文溝通 所以在整個傳福音的過程裡面 我是沒有辦法講話的 對 然後我好像表面在那裡 Amen Amen 這個我們姊妹們所說的 可是我心裡非常的著急 我不知道 我們姊妹說了什麼 然後 我就很擔心 就是 我會失去任何一位福音朋友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我非常的不喜樂 對 然後我覺得主在那過程中光照我 Amen 就是我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很隱藏 在台灣沒有被發現很隱藏 原來是不信號主不信號身體的罪 Amen Amen 那我覺得這感覺就好像是我在隱密處動手打了我的同伴一樣 Amen 我在那裡我非常的慚愧 Amen 我很享受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有的話就是配搭的就是一圈一圈的坐在那裡 Amen 陪伴這一些我們邀請回來的朋友 Amen Amen 就是如果這一圈的人數不夠 那我們就丟 姊妹就會很生機的拉椅子就坐在坐在旁邊 然後一同配搭船 Amen 如果每一圈的人都夠了 Amen Amen 就在外圍的地方繼續的倒上 Amen 我覺得非常的甜美 其實有一天 有一天晚餐 就是我們吃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人說要受禁 哇大家真的開心不得了 每個人都把手上的餐盤放下來 然後全部就衝去受禁的地方 Amen 然後我覺得那感覺真的非常的美 Amen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就讀到了一期結書 我覺得就很經歷這個 這個四活物的配搭就是 聚各直往前行 Amen 行走並不轉身 Amen 那我弟兄想說再補充一句 登地印度弟兄所說的一段話 Amen Amen 感謝主 感謝說我們跟印度弟兄 印度的聖徒 當地聖徒有一個很喜樂的配搭 然後他們也見證說 有一個弟兄叫 馬哈拉將 他是印度的弟兄 他說了一句話 他講說 我們的配搭就好像是 一個好喝的咖啡一樣 他們是印度人 我們是台灣人跟馬來西亞人 印度人就很像咖啡粉 然後我們台灣人跟馬來西亞人就很像牛奶一樣 就兩個加在一起 調和在一起 就是一杯好喝的奶茶 咖啡 對 就是他們這樣子來形容我們這樣子的喜樂的香調 Amen 對我們只要喝一杯 有空的都可以去到印度那邊喝一杯好喝的咖啡 他們香調在一起 Amen 感謝主 Amen 我是王國慶弟兄 Amen 我來這邊要分享一下 這樣子印度的風 這樣子印度的水流 如何流到我們 叫慶祝師造會 Amen 我們 以我們該大族的這個實力來講 就是我們是在麥當勞前面傳福音 也持續了一三年了 然後在這個監禁持續的裡面 是滿了的喜樂 但是我們 總歸就是十幾位 十幾位 努力在那邊堅持 堅定持續為主這樣子擺上 但是就 藉由他們這次印度的這個 開展回來 真的是 聖禮的流 真的就是流到了 新竹之造會 Amen 我就從二月中 就說 欸奇怪了 怎麼突然開始 回來了以後 就很多弟兄姊妹就在問說 欸我們大族的這個福音是禮拜幾啊 在哪裡 然後開始慢慢就 我就耳朵就旁邊聽到 好多人在這邊問一下 那邊問一下 這邊問一下 那邊問一下 就 就是二月中完畢了以後 就 欸奇怪 怎麼人數突然 突然加了大概十幾位 二十位 甚至到三十位 Amen 就是變成是說 那個 麥當勞前面 很像已經不夠篩了 前面四十幾位 四十幾位 我就說 我心裡就在想說 哇四十幾位 四十幾位 那麥當勞裡面的人 是不是要出來抗議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說 這個怎麼辦呢 實際上當勞在想怎麼辦 實際上主就已經幫我們做了 Amen 就讓我們就是從福音 加入了一個新的元素 就是福音餐廳 Amen 也是從印度那邊的水流帶進來了 對 這樣子我們就在 各個大組就在講說 哇 要在哪裡成立 哪裡成立 我們是在那個清大的學生中心成立 Amen 成立起來了以後 就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那邊 去做菜啊 然後就 有一個平台 當有一個平台了以後 就不是單單的在外面這樣子傳福音 Amen 而是有一個生機的配搭 Amen 有一種身體的擴增 是 當在那邊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在實行的時候 中間會覺得說 感覺很混亂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處理 但是 隔了第一週完畢了以後 第二週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們 就算是 大家沒有說說 你要去做那個還是做這個的時候 大家就有一種生機的感覺 就像似活物的配搭一樣 有些人前行 有些人退行 有些人旁行 對 就像是 有福音朋友來的時候 一堆人就圍上去了 Amen 沒有福音朋友的時候 大家就三五兩個 趕快就 出去外面傳福音了 對 然後就是在 這樣子的身體裡面 就看到整個 基督的豐滿跟佩搭 Amen 至於我個人的經歷的話 就是 因為我 因為有這樣子的福音餐廳 所以我也參加了 這個福音餐廳裡面的 這個做飯的部分 Amen 對 事實上 在這樣做飯的部分裡面 讓我 萌到一些光照 Amen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就是說 當我們這些親子們 越努力的為一件事情擺上的時候 尤其是這樣子的服事擺上的時候 就像是主說 我們的錢財在哪裡 我們的心就在哪裡 的確我們的錢財擺在教會裡 我們的錢財 我們心擺在教會裡 Amen 是為了這樣子的服事 Amen 我們的生活 就會慢慢的 就是為這樣子而活 Amen 我們就更能 堅定持續的 在這樣子的裡面 Amen 這樣子的水流裡面 所以 在加上每次 愛宴的時候 我們弟兄事實上 就是說 一個人40塊錢而已 然後我們主的人 不要太辛苦 就是一個飯啊 一個湯啊 簡單就好 但是常常 因為我們還有再加一條 就是說 自己都可以擺上 對 所以你常常去那邊 一看 桌子滿滿 就像今天 花蓮弟兄姊妹 哇這個愛宴真的是 滿滿滿的 每一個都夾 一個都 都吃不完 真的吃不完 對 所以真的是感到 這個身體的豐滿 對 真的是這樣的水流 真的是起飛了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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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丁家恩姊妹 Amen 然後就是 我們也是因為 那時候有跟親子的 弟兄姊妹們 一起配搭去印度開展 是 然後回來了以後呢 就開始有實行 每週三在 一大族我們就是有 福音餐廳 然後跟傳福音的 就是這個行動生活 Amen 那時候一開始其實在 弟兄姊妹們 在推這個負擔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那個負擔沒有在我的裡面 對啊 但是我在主面前祷告 就很光皺 我就說欸其實 奇怪了 你在印度你可以花三四個小時 在外面接觸人 願意擺上 為什麼你回來台灣 你就不願意擺上 而且才一個禮拜 只有一次 而且一個小時而已 對啊 我就覺得欸 在主面前 導致覺得 在主面前好好認罪 也就是說 真的需要把這個時間擺上 對啊 然後在這個出房的過程裡面 福音餐廳跟出房的過程裡 我覺得很經濟四活物的配搭 對啊 就是跟 因著我以前是念護理系的嘛 所以呢 剛好那時候有個姊妹 她也是護理人 她帶了她的同事來 我們的福音餐廳 然後因為我們有相同的背景 然後呢 有相同的 就是在那個領域裡面工作過 所以呢 我們彼此就能夠有交通 有連結 然後呢 我們可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就很自然的 把福音把見證帶出來 然後呢 把我們在生活上所享受的 能湧流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 欸後來那個福音餐廳 就得救了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就很經濟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好像會覺得 自己好像不行做什麼 但是呢 其實主都在我們裡面 為我們預備 預備 只需要我們以他有配合 那另外就是 我們每次出去出訪的時候 其實兒童有的時候 會跟著我們一起出去 然後呢 兒童就很難控制 就有時候他們很調皮這樣 所以那時候覺得主啊 就是這樣怎麼傳福音 怎麼接觸人這樣 對 可是那時候在節目以前 就一直禱告啊 跟同伴一起為著 就是傳福音禱告 然後呢 就是在尋求怎麼跟 兒童一起配搭 因為覺得我們也需要 跟他們配搭 不能小看他們 然後就是 欸 這個過程裡面發現 其實真的不能小看他們 他們真的是成為我們 很棒的一個憑藉 因為他們有時候就 欸他們就打頭陣 他們就說 欸叔叔阿姨或哥哥姐姐 你們好 子耶穌愛你們 然後呢就把福音禱發出去 然後我們就 欸看情況 然後就接著去 跟那些人接觸這樣 然後欸 接著這樣子我們也得出了一些的 就是福音朋友 然後呢 有的後來還跟著我們 一起來到 就是回來教會裡面 然後呢一起有配搭 所以覺得說 在那個過程裡面就覺得 很經歷就是主其實是活的 然後我們越傳就越覺得很喜樂 就是傳福音這個出訪 不是一個 好像每天晚上有多少人得救 不是受那個數字的限制 而是真的發現 傳福音真的是我們的生活 然後我就很寶貝那時候 就是有一個青少年他在分享他 就是傳福音的生活的時候啊 他就說到就是他覺得 就是雖然我們不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那個福音的恩賜 但是呢 我們都需要那個福音的靈 然後我們都需要就是走出去 每一天花一點時間 或每一週花一點時間去接觸人 然後就覺得真的很經歷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很寶貝補充本師哥762首 沒有人單獨行動 你我都是弟兄 當一人受主感動 全體跟著向前衝 彼此扶持苦樂與共 我只求這一生與你們同活在主身體中 然後就覺得 每當我們在這個 傳福音扣訪的過程裡面 我們跟我們的同伴佩搭 是有更多的很生機的交通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這樣交通 彼此的鼓勵 彼此的做安慰 然後就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佩搭的這個圖畫 是很甜美很喜樂的 所以就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有這樣傳福音的生活 至終使我們能夠成為人的福音 那我是陳佩蓉姊妹 那就是自從從印度回來以後 我就覺得 橫摩著弟兄跟我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能夠在印度過這樣豪邁的福音生活 那我們今天在新竹呢 是不是也能夠一樣過這樣的福音的生活 他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在印度有那樣的生活 是因為福音在那裡是我們的唯一的目的 我們在那裡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退路 那同樣的一樣我們回到了新竹 我們可能有許多的事的霸佔 可能有工作 那可能有家庭等等許多的事的煩擾 但是我們同樣要說我們沒有退路 這能夠成為我們這個 才能夠實行我們的福音的生活 我就很摩著我們是沒有退路的人 儘管我們有在職生活非常的繁忙 可能大家都很 都要付一點的代價 但是我很摩著我們都是能夠 是一個沒有退路的人 那我記得那時候去印度的時候 那時候弟兄弟兄們就說 我們要把這邊的照慰生活帶過去 但是我覺得這次回來發現 我們是把那裡的福音生活帶回來 就覺得非常的喜樂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有一位姊妹 她邀約了這個兩位的福音朋友 那她後來中途說有一位可能不能來 就我們開始為她為這樣的事情祷告 就沒想到 然後祷告祷告在我們還沒有去會所的時候 姊妹就打電話來說 她邀到了六位 從兩位變成了六位 就覺得很感謝主這個福音 就像弟兄所說的 起風了 實在不是我們人能做什麼 而是在這裡有一個聖靈的工作 當我們配合聖靈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親神的 因為起風了 我們只要展翅 我們就可以跟著聖靈的水流 我們都一同的往上騰 我覺得這樣的福音生活非常的喜樂 因為我們一點都不勞苦 我們非常的清神 這個福音就是我們的生活 這個時間已經不夠了 所以我只簡單的這樣交通 我覺得我跟這一班親子的聖徒們 一同生活 是我覺得我在教會生活這麼多年 最快樂的一段時間 其實每一個階段 不管是跟青少年在一起 跟大專在一起 都很喜樂 但是我發現 以前我認為親子很難的 但是這一次就發現 藉著我們有祷告的生活 然後呢 好像聖靈就在照會裡有一些的工作 所以啊 劉一雄在這裡 陪著弟兄姊妹們 都有禱告啊 我們怕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們 能夠啊 一同的進到這個禱告的負擔裡面 讓神在照會裡邊 真的設立他的寶座 他能夠在這裡有一個水流 然後我們只需要怎麼樣呢 我們只需要展翅 這個氣流來了 一展翅啊 你就翱翔了 就不覺得那麼重了 就覺得非常的輕盛 所以你們知道 這班的青年人啊 他們也是很忙碌的 然後他們也是有很多引誘的 也有一些他們的嗜好的 但是呢 我們也覺得很差異 這一次我們說 哎呀來花蓮相調 還有呢他們帶著去 中國大陸去走一走 看一看 結果報名都還蠻踊躍的 甚至我上次有一段話講了 就斷掉了 我就 一代啊 這個思緒一代就沒講了 就這樣我們去啊 我們七月還要去馬來西亞 結果呢 一週加一天 七十個額滿 我們以前的習慣是說 報名截止之日是開始之日 結果現在呢 後來啊 好多人都沒有辦法報上 甚至有這個青少年啊 爸爸媽媽陪著來啊 要報名 結果說已經耳滿了 那小孩子都哭了 我們是非常的 我們不知道 怎麼去安慰他 但是我就覺得 你看 教會生活 是可以不一樣的 弟兄姊妹有一種的羡慕 弟兄姊妹有一種的 這種可想 盼望能夠啊 都能夠有份 那我覺得這是主要 就是說主喜悦我們 其實證明一件事情 不是啊有什麼那個 因為我來到花蓮幾次啊 跟弟兄姊妹交往 我發現我們在新竹的實行 其實在花蓮實行的不比我們差 也非常的蒙恩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其實只是把我們呢 從這裡所得著的這個 這個供應和幫助啊 我們所應用的 我們所蒙的恩典 再回饋到花蓮這裡來 盼望呢 我們一同的再繼續往前去 那我最後就是講啊 前面弟兄講的很好 侍奉就是最好的成全 所以我們也在鼓勵 我們的親子弟兄姊妹 你都要有侍奉 你在照會生活裡不能夠 閒著沒事 你不能覺得可有可無 我們就是試著慢慢的 讓這些親子們 在照會生活裡 都覺得他們很重要 都覺得他們有一份的功用 然後他們也能夠 近一點的功用 那我想啊這個啊就是啊 主要我們啊 所做到的啊 因為他們只要在這樣的一個 感覺裡 繼續的擺在教會生活中 他們就會受成全 他們就會生命能夠長大 阿們 和阿們 跟他們在罪活裡 來死 祈禮 他無視的和諾 生存體 十月 跟兄弟 現在成為一輸 然後 就要求 關掉的力